这位新任的经济部长和张家柱的行事风格颇不相同 张家柱比较低调少言 杜子君则比较常于沟通 目前他立刻要面临到的挑战 我们来看一下最主要就是在高雄气暴之后要如何善后 他必须要以经济部专业的角度和高雄市政府来和平协商 并且要协助处理像排水管线安全检测等问题 还要协助石化产业能够安全的发展 另外还有就是国际区域及经贸整合的方面 在中韩FTA签订之后将会严重的冲击到台湾的贸易 台湾要如何打开福贸僵局赶上进度 争取加入TPP还有RCEP的门票 这个是经济部长最迫切要面对的挑战 还有就是在民生方面能源和电价的问题 因为在核四封存之后大家都关心的是 缺电危机怎么办 如何让电价能够合理化 其实民众很关心 而这在在都是经济部长的考验 还有就是经济部长要负责带领台湾的经济走向 所以产业升级转型已经刻不容缓了 如何加速区域的整合 找出一条走得通的路 这些都是杜子军要面对的挑战 今天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也说这是一个艰困的工作 经济部长张家住7号闪电请辞 行政院未留不成决定由经济部政务次长杜子军接棒扛下重任 江院长希望整个经济部的业务能够无缝接轨 所以他考虑到我在部里服务的时间非常长 那业务也比他熟悉 希望能够尽快的接手 原本说要与张家住同进退 没想到事隔三天还是同意接任部长 杜子军说这是百般思量后 舍弃小我的决定 之前有曾经对外说过我个人并没有意愿 那就是从小我的观念来看 我考虑到经济部还有这么多的同事 我必须要跟他们一起工作 所以我最后决定不考虑小我的事情 其实从1983年进入经济部中央标准局开始 杜子军几乎都在经济部相关单位服务 期间虽然也转任过行政院以及经建会 但30年来主要还是在经济部相关单位历练 先后担任过商业司长 工业局长 经济部常务次长 政务次长 一直被外界看好将是接任经济部长的人选 发布人事命令的时候是6点钟 我正好在高雄要回台北的路上 所以如果在高铁上没有接到各位的电话 没有办法及时回答呢 我先跟各位致歉 比起寡言的张家柱 杜子军做事圆融 口才流利 但被问到有没有把握 做好经济部长一职 他还是沉默许久 对于台湾未来的发展的议题 我想很多年前我们不断的在讨论 坦白讲因为很多事情没有到达最后的关头 大家没有办法警觉到它的重要 经济部部长确实是一个非常艰困的工作 不管是社会关注的朝野对谈 还是中央要推动的辅贸协议 杜子军都说要尽力而为 看似胸有成竹 不过杜子军的家人 尤其是兄长杜子诚 似乎就没有那么支持弟弟的决定 接掌经济部长后 杜子军说要视高雄起爆事件 为经济部的第一优先工作 并承诺要在三个月内 完成高雄所有的石化管线清查 雨电TV陈旋 陈岳薇 台北报道